大家好 我是米爸 這次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兩款 滿好的東西 一個是米家自動感應洗手機 然後另外一個是 米家自動泡沫洗劫機 那洗手機的部分 就是這個 比較低的這一瓶 那洗碗機的部分 洗節機 就洗碗的部分 是比較高的這一瓶 那洗手機的這個 在台灣米家的小米已經有進了 所以相信很多家裡面都有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個洗碗機的部分 那我因為家裡面有買 那個洗手機覺得蠻好用的 所以後來看到有出洗碗機 就也買了一瓶來試用 那我覺得也是很有趣 那也蠻好用的 方便的 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洗手機的部分 我大概試算一下 台灣這邊單機 就是只有上面這個 機身的部分 台灣的賣價是295元 那一瓶一個瓶子 就是補充液 這個洗節瓶的話 大概72塊台幣 那如果是米家的泡沫 這個洗冷機的部分 單機 我大概買的時候 換算起來是243塊台幣 比較便宜一點 不過因為這個沒有引進 到時候如果真的 引進價錢應該也會差不多 那洗這個替換瓶的部分 一瓶大概67塊台幣 那 跟洗 台灣這邊72塊 其實差不多 我相信到時候 如果真的有引進價錢 應該是會類似 那從機身的部分來看 其實兩個機身 其實長得 基本上幾乎不是 英國一樣 大小的一樣 唯一差點就是顏色 洗手的 洗手的這個部分 是因為比較滿 然後洗完了 這個就是 比較接近離身 那我打開了以後 就是裡面的 可以打開看看 不過我先關機 因為只要噴到的話 那就會噴出來 所以我先把它關機 然後洗管機的部分 我們先關機 好 那我先把它拆開來看一下裡面的部分 感覺 重量其實差不多 外表也看起來還是一樣 那我們看一下 下面的話 基本上是屬於說明的部分 有多一樣 一個是寫 洗碗機的部分 這邊寫 自動泡沫洗劫緊機 然後米家這邊 因為台灣眼睛在台灣滿了 所以它是自動乾日洗手機 是反應自己 那差別其實是 沒什麼太大的緊張力 那再把它鎖回去 然後裡面的洗潔精的部分 洗手乳的部分比較偏白 比較透明 然後洗碗機的部分 就有點黃黃的 那其實也是類似異狀 那接下來我把兩個開機 試用一下 好 洗手乳的部分 那洗手乳的部分 我就直接試用 那它的洗手乳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先把它收起來 試開一下 然後洗碗機的部分 使用的方法 我基本上 都是用整個採刮布去接 去接洗碗機 就是這樣子 然後再放到晚上 就清洗 所以蠻方便的 就是不用泡 如果只是要洗個完的話 不用泡一整桶的洗碗 洗碗機 就是這樣直接 就單個做清洗就可以了 所以在使用上 算是蠻方便的 補充一點心得 就是在洗碗機的部分 我使用上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主要是方便 那清潔力也還可以 不過我老婆她是覺得說 這種洗碗機的部分 其實是比較沒有像我們家用的洗碗機 那麼乾淨 所以她其實還是比較 傾向用傳統的洗碗機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用方便為主 所以也是很蠻喜歡 蠻推薦這個 你家用的洗碗機 洗碗機的